咱们今天这个案件呢 很有讨论性啊 大家听完之后不妨呢多多思考啊 不妨把您的观点也告诉我们 到底是一个什么案子 在这跟你卖个关子 咱们从头啊 开始说起 主人公呢 叫李婷 一个工作能力非常强的啊 大家口碑都特别好的这么一位女士 她呢 在安徽省陆安市陆安地区农资公司工会工作 1986年9月20号 已经怀有9个月身孕的李婷 在安徽省陆安市妇幼保健院 通过剖妇产生下了一个女儿 孩子刚出生 李婷的丈夫特别的开心 特别的高兴 为人父母的应该都能够体会这种感受啊 就感觉特别神奇 一个神奇的小生命啊 就在我们身边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啊 一家人的苦恼就来了 从手术室推出来之后 李婷呢 就指着肚脐眼那儿一个劲的 跟丈夫说疼疼 李婷的丈夫叫丁立明 他就感到特别的奇怪啊 一般呢 这个抛妇产的刀口是在旗下三指左右的位置啊 可是 怎么李婷这刀口会在肚脐眼那儿呢 他呀 也感觉纳闷 就问身边的护士 护士一听 没好气的就跟他说 能把孩子生下来就得了呗 你管刀口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丁立明啊 也没敢多问啊 后来呢 他才知道抛妇产手术 一般是在旗下两指三指的地方动刀 刀口延伸到了肚脐眼 这摆明了是不正常的 回到了病房之后啊 李婷疼的呀 额头上就渗出来一层又一层的汗珠 丁立明看见之后 这心里也担心他也着急啊 于是呢 又厚着脸皮去找值班医生了 大夫 您看他一直疼得厉害 并且那个刀口啊 是在肚脐眼那儿 是不是手术出什么差错了呀 值班医生一听也特别生气 你懂什么呀 麻醉药失效之后 哪有不疼的呀 忍忍就过去了 值班医生这话说的不好听 语气也挺冲 丁立明呢 老老实实的又回病房了 就这么着忍了一天 李婷说什么也忍不下去了 这种剧痛啊 实在是受不了 只要随便一动 整个腹部稍微用点力气 这种疼痛就会从腹部一直弥漫到全身 甚至手指尖都是疼的 这一疼啊 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 丁立明一看又慌了 一路小跑着 把值班医生啊 就拽到了李婷跟前 大夫 麻烦您给看看 他这疼得太厉害了 医生呢 查看了一下李婷的伤口 没什么事 转过头来呢 又跟旁边的护士说 给他打杜冷钉止疼 护士那得听大夫的呀 这杜冷钉确实也是止疼药啊 于是呢 把杜冷钉拿过来 一针打了下去 李婷的疼痛很快就得到缓解了 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之后啊 哎呦浑身上下又是那么疼 丁立明呢 就又去找大夫 大夫这一次更加干脆了 连看都不看了 接着打杜冷钉 一天三次 一次一百毫克 这个用量可是不正常的呀 啊 五天之后 李婷出院了 出院之前呢 李婷呢 还去找大夫 跟大夫说 大夫 不打杜冷钉 肚子还是疼 大夫呢 也安慰他 回家呀 买点营养品 好好补一补 就不疼了 这疼嘛 生孩子 哪有不疼的呀 可是让李婷和家人 万万没想到的是 由于连续五天注射杜冷钉 他已经对杜冷钉产生了 严重的依赖性 因为杜冷钉不仅是止疼药 他更是毒品呢 疼痛一点一点的折磨着李婷 对杜冷钉的依赖 也一点一点的折磨着他 有一回啊 李婷呢 在给孩子喂奶呢 女儿的小脚啊 一下子就踢到了李婷的肚子上 疼的李婷啊 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 女儿呢 也被他随手一下子 就扔到了茶几上 又从茶几上滚落到了水泥地上 可怜的这个小女孩啊 当时才刚刚满月 得亏啊 也就是疼的啊 哇哇哭了一阵 没什么事 李婷呢 就急不可耐的跑到了富佑保健院妇产科 又开了两支杜冷钉 然后呢 又通过熟人的关系 要了一个注射器 回来之后背着丈夫自己注射 据后来李婷回忆说 他总共到富佑保健院 开了不下十支杜冷钉 后来大夫啊 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不敢给他开了 但是李婷此时此刻 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一天不打针 他就只能捂着肚子 坐在家里什么活也干不了 李婷呢 是个很要强的人啊 在他请产假之前 就有传言说 说上边的领导啊 准备提拔他了 越在紧要关头 越得争口气呀 啊 所以满月没多久 就强打着精神去上班了 又好几回 在上班的时候 肚子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弄得他呀 非常的狼狈 同事们呢 也是手足无措 为了弄到杜冷钉 避免在办公室里边出丑 李婷想了一主意 开始四处打听 谁家有癌症病人去世了 只要打听到消息 就出高价 从死者家属手里边 购买杜冷钉 于是一只又一只的杜冷钉 到了李婷的手里 就这样 依靠着这毒品啊 对于他来说 也是止疼药 他完成了艰巨的工作任务 李婷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个人 1990年底 年纪25岁的李婷 被提拔为了陆安地区农资公司的工会主席 成为了当时陆安地区最年轻的科技女干部之一 当然李婷的家境呢 还是很好的啊 他的父亲呢 当时担任陆安地区人大副主任 他父亲呢 叫李连城 李婷在工作上的进步 让李连城也非常的高兴 1989年 李婷啊 在当地又做了一件大事 这让父亲非常的欣喜 很欣慰 那一年呢 11月30号晚上8点左右 李婷下了班啊 就路过市防疫站附近 突然就看见三个男青年 手里边拿着匕首啊 在那狠揍一个小青年 李婷一看这不行啊 我得去帮他去啊 他也不顾自己是一介女流 也不顾那三个男青年手里的匕首 他的女儿啊 还在自行车后座上 丢下哇哇大哭的女儿 不顾一切的 跟三名歹徒进行肉搏战 结果李婷的胳膊 被刀子戳伤了好几道口子 这三个歹徒一看 哎呦 这个女人说厉害不算厉害 但她真不怕死啊 所以呢 落荒而逃 毕竟也不想惹出大事来 受伤的小青年获救了 李婷因此被安徽省委宣传部 省公安厅联合授予 全省建议勇为 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 并且还受到了省领导的接见 这个事情过后 甭管谁见的李连成 都得夸他 哎呦 你家婷婷 真是有出息 不仅工作出色啊 人还好 有勇气 建议勇为 可是 不久之后的一个电话 彻底打碎了李连成心里的骄傲 电话是谁打的呢 是李婷的丈夫 李连成的女婿 丁立明打过来的 爸 你快点过来 听听他 他 他吸毒 李连成 接到电话之后 听到吸毒两个字 他不敢相信呢 啊 风风火火的 就赶到了李婷的住处 丁立明 在李连成面前 掀开了孩子摇篮里边的被褥 一排杜冷丁的空瓶 齐刷刷的摆在那 粗略的估算了一下 不下五百只 女儿李婷啊 当时在旁边是瑟瑟发抖 李连成看到之后 心理上接受不了 哐唐一下子 就栽倒在了地上了 昏迷醒过来之后 李连成 把女儿带回了自己家里 听听 跟爸爸说 为什么要吸毒 李连成想弄明白 究竟是什么 把我善良懂事的女儿 变成了这个样子呀 李婷呢 跟爸爸说 我肚子疼 他的声音呢 小得跟蚊子叫似的 你不仔细听 你都听不见 肚子疼 肚子疼 你这全是鬼话 李连成 李连成气得呀 解下了腰上的皮带 朝着女儿的身上 一下子 一下子就抽了过去 每一鞭子呀 不仅是在抽女儿 也是抽在自己的身上啊 李婷扑通一声 跪倒在父亲的面前 爸 你别气坏了身子 我一定戒 我一定重新做人 李婷下定决心 要戒掉毒瘾 不仅是为了父亲 也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的丈夫 更为了自己的女儿 李婷的决心呢 确实是挺大 但是 他已经中毒太深了 一天不注射杜冷丁 全身的骨头啊 就像有千万只虫子在那咬 有千万根针在那刺 这种痛苦 他实在忍受不了 更要命的是 由于没有杜冷丁在那止疼 肚子不能承受一点压力 咱们说一个 他们夫妻俩之间的私密话题吧 有一天晚上啊 丁立明和李婷 要过夫妻生活 丁立明刚一碰到他的身子 一阵钻心的疼啊 差点就让李婷避过气去 李婷大叫一声 把丈夫就掀到了地板上 捂着肚子 腾成一团了 丁立明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 是生完孩子疼 这正常 但是孩子都这么大了 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你怎么还疼啊 你是真疼 你还是装疼啊 第二天呢 丁立明又想跟李婷 过夫妻生活 又让李婷 给掀到地板上了 这一次丁立明都生气了 他心里边就想着天底下哪有不让丈夫碰的病啊 这肯定是装的 李婷啊 这是要拿夫妻生活来要挟我 李婷呢 也没法跟丈夫解释 因为他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种疼痛一直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为了让自己不再那么痛苦 也为了让夫妻关系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他偷偷的给一个私人诊所打电话 让对方派人把杜冷丁送到他家楼下 他呢 按每只五十块钱的价格购买 来的人呢 把杜冷丁送到楼下之后 李婷把钱放在篮子里 从窗户那掉下去 再把杜冷丁给掉上来 于是第一次戒毒就这么失败了 李婷究竟能不能摆脱毒瘾 还有啊 我们始终有一个疑问 一个抛妇产 怎么可能一疼就疼了十几年的时间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李婷的第一次戒毒 功亏一篑 三个月之后 李婷家呢 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这个家庭会议啊 讨论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李连城决定 解除对李婷的禁闭 他相信女儿这么优秀 这么善良的女儿 他能够痛改前非的 总这么关在家里 也不是回事 两个月之后的一天上午 李婷在家呀 偷偷注射完杜冷丁之后 就骑着摩托车去上班了 由于这回注射超亮了 李婷在车上就睡着了 摩托车 就撞上了路边的一棵树 车轮被卡在了树叉里 轮子呢 还在那儿 呜呜呜呜的转着呢 李婷趴在车上 还是没醒过来 还在那儿睡着 路过的人呢 都以为李婷被撞死了 赶紧七手八脚的 把他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这么一检查 体内有杜冷丁的成分呢 啊 于是一夜之间 女工会主席吸毒的丑闻 传遍了路安的大街小巷 包括李婷的单位也都知道了 很显然李婷既然有了吸毒的恶习 那么已经不再适合担任工会主席了 这个丑闻同时也传到了李婷父亲的单位 也就是路安地区人大机关 人们就发现呢 李副主任往常一向是精神爵术 结果一下子变得老太龙中再也没有精神了 2001年2月份的时候 李连成就在这种痛苦压力之中 离开人世了 临死之前呢 他把老伴叫到了跟前 瓶子的毒没戒 我死不瞑目啊 瓶子是李婷的小名 李连成的话 每一句都像钢针一样 就扎在了李婷的心上 15年的时间呢 李婷跟毒魔真是交战了无数次 可每次呢 他都失败了 李婷觉得我再这么活下去 我的母亲 我的丈夫 我的女儿都会被我活活气死 他决定终止自己的生命 当天晚上 李婷找了一把体虚刀 把自己呢 关进了浴室里边 他恨自己 他要一刀一刀的 把自己活活的割死 他在手腕上割了一刀 这一刀是为父亲报仇 又割了一刀 这一刀是为丈夫出气 还有一刀 这一刀是对女儿的欠疚 慢慢的 他失血过多 他失去了知觉 李婷本以为就这么死了 但后来啊 他还是醒了过来 醒过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是丈夫丁立明 发现他到厕所那么长时间不对劲 赶到厕所里面救了他 丈夫抱着他的头啊 就在那哭 听听 你连死的决心都有了 你为什么就戒不了毒呢 由于长期在胳膊上静脉注射 李婷的两只胳膊呀 严重的硬结变形 身直了也不行 抬高了也不行 穿衣服洗澡梳头 都得靠女儿帮忙 女儿叫小蕊 当时小蕊啊 已经十五岁了 他看着小蕊 看着女儿 无怨无悔的为自己做这么多 他心里不是滋味啊 他问女儿 小蕊 你恨妈妈吗 妈 你把毒戒了 我和爸爸都爱你 有一回啊 李婷毒瘾发作 外边零下四度的低温天气 为了扛住毒瘾 他呢 上身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衣服 就蹲在结冰的河里面 用这种冰冷来控制自己的毒瘾 小蕊一边哭着 一边把妈妈扶上来 这时候的李婷 在女儿的眼里 那就是一个抗毒英雄啊 他相信妈妈会戒毒成功的 可是后来在毒磨 以及肚子疼痛的压力之下 李婷还是选择了放弃 他又一次的陷入了毒品的深渊 这一天呢 小蕊提前放学回家 原本李婷啊 每次注射杜冷丁啊 都避开小蕊回家的时间 趁着家里没人偷偷的打 但这一天呢 小蕊打开房门的时候 发现妈妈正歪在沙发上睡着呢 一只手握着注射器 小蕊此刻的心情是伤心绝望 还有愤怒 他发了疯的似的 把妈妈摇醒了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跟妈妈说 你不是好女人 我恨你 女儿的话呀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这是最大的伤害呀 李婷啊 就感觉我的女儿都这么瞧不起我 生不如死 当天晚上趁丈夫睡着了 他到了卫生间 把二百粒安定片 一块吞进肚子里 恍恍惚惚之间 他就失去了意识 可这一次又没死成 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又躺在医院里 女儿小蕊把脸贴在他的脸上 妈妈 原谅我 小蕊再也不惹您生气了 从那以后 小蕊确实没惹他生气过 但他明显的感觉到 小蕊跟他的关系 也越来越疏远 有一天呢 李婷和小蕊在街上啊 算是偶然相遇 小蕊呢 刚放学 但是啊 小蕊看见李婷之后 不理不睬 像没看见他似的 就跟同学们哪 说着话 从他身边就走过去了 小蕊这是怎么了呀 李婷不知道怎么回事 回到家之后 刚想问小蕊 小蕊就先跟他说了 妈 我求您一件事 以后在街上看见我 千万别打招呼 否则 同学们会笑话我 说我是老杜的女儿 老杜的女儿 你爸爸不是姓丁吗 老杜 说的呀 原来是杜冷丁 李婷 听小蕊这么说完 愣在那了 是啊 我让我的女儿 在同学们面前 抬不起头来 我不配做她的母亲 可为什么我就戒不了毒呢 李婷看着自己的手 在那想着 都是我这双手剑 我控制不住 我要是把这双手剁了 就没人帮我注射了 我不就戒成了毒了吗 他呢 撇下了正在等他回话的女儿 一阵风势的跑进了厨房 把手放在了砧板之上 拿起菜刀 朝着自己的手指 就剁了下去 小蕊当时都愣住了 反应过来之后 冲进厨房 拨打120 医生啊 整整给李婷的手 缝了好几十针 每一针 也都刺在了小蕊的心里啊 可以说 李婷以及家人 所有的悲剧 都是那次抛妇产引起的 十几年的时间 为什么她的肚子 还一直持续的疼 是因为毒品的作用吗 其实这里面呢 有一个隐藏的秘密 2004年4月13号 一起小的交通事故 揭开了这件事情的真相 当时的李婷 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 这天中午呢 她在街上漫无目的的就走着 突然呢 一辆板车就撞到她身上了 照理说啊 这种平板车也不是很快 撞一下顶多摔一跤 爬起来就没事了 但是李婷全身就开始在那抽搐 肚子里啊 就像是无数的马蜂在那遮咬她似的 疼得都不行了 推板车的老爷子都吓坏了 一路小跑 把她拉进了陆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医生呢 就给李婷的腹部拍了一张X光片 拿到片子之后 医生都惊呆了 肚子眼那儿这是什么呢 看着 像是有一根金属针啊 随后 医生让李婷打电话 把爱人丁立明叫来 丁立明赶过来之后 医生对她说 那什么 你爱人的肚子眼那儿 怀疑有一根金属针 你啊 再带她到市第一医院 拍片检查检查 到了市医院 医生啊 也毫不掩瞒的跟李婷说 你的体内啊 确实有一根月牙状的金属针 从外形上来看 像是手术缝合针 手术缝合针 李婷当时的脑子就感觉五雷轰顶 自己长这么大 只做过一次手术 就是那次抛妇产啊 是啊 就从那次手术之后肚子疼 可就没停过呀 忍都忍不了啊 18年 18年的时间 自己的生活 家人的生活 全都改变了 2004年10月份 李婷向陆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法院判令陆安市保安区妇幼保健院 向原告赔礼道歉 并且向公众说明原告吸毒的原委 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2004年12月20号 陆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解放军第105医院 帮助李婷取出了这根缝合针 专家在现场也见证了这场特别的手术 认定李婷这么多年腹痛 的确是体内流针所导致的 以此医疗事故 改变了一个人 以及他家人的一生 我们都知道 医生是一个伟大的行业 救死扶伤 尤其在这两年抗击疫情过程之中 无数的医生 就是我们心里的白衣天使 他们就是在前线冲锋打仗的白衣战士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 还是有一些个别现象 有一些极其少数的医护人员 对待病人不够严谨认真 对待生命不够负责 我们在感激医生这个光辉职业的同时 也要对极少数的啊 这些不负责任的医疗工作者 要表达我们的愤怒 患者把生命交到了医护工作者的手中 这是莫大的信任 那么你是不是能对得起身上的白大褂 是不是能够对得起患者的这份信任呢 当然啊 我们也相信 像这起案子里面 那个大夫一定不是故意的 对吧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 说我会故意的把缝合针留在患者的体内 我会故意的来制造这样的医疗事故 不可能 但是请所有的医护工作者也能够记得 医者除了人心之外 还要多一份细心呢 咱们今天要讲的案件呢 不算什么大案要案 但是切切实实的在我们的身边 甚至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时时刻刻在发生 这样的案件 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更有一些指导意义 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当然也更有一些讨论的话题性 事业什么事呢 咱们从头说 在河南交作呀 有这么一对夫妻 女的呢 叫李小爱 男的呢 叫刘刚 都是土生土长的交作人 俩人从小啊 就是邻居 可以说是发小 从小学到高中 一直又是同班同学 这样的关系 要么就真是成了那种死党了 异性兄弟了 要么就很容易发生点爱情故事 高中毕业之后呢 这刘刚就考上了河南大学 李小爱呢 则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 大家都知道 河南大学 在河南来说 那是响当当的名校 在全国来说 那也是重点高校 所以毕业之后 刘刚就进入了市职机关 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李小爱毕业之后呢 就下海了 跟他姐姐一块 学着做生意 因为两个人呢 彼此太熟悉了 互相之间呢 又有感情 所以1998年秋天的时候 俩人就结婚了 2000年三月份的时候啊 儿子也出生了 这一家三口日子过得是甜蜜美满 本来人这一家三口没什么事 可是2001年春节刚一过去 可就有事上门了 刘刚的二哥呀 是做生意的 这一天呢 就来找刘刚 刚子 哥呢 刚谈成一笔生意啊 这笔生意 绝对能大赚一笔 可是手头上啊 资金不够 刚子 你给哥哥想想办法 这刘刚呢 上大学的时候啊 因为家庭条件呢 也不是特别的好 他的二哥呀 给过他一些帮助 再加上都是亲兄弟呀 骨肉情深呢 刘刚呢 也就答应下来了 刘刚的二哥 其实是找他借一万块钱 刘刚自己呢 确实也没有 就找了几个同学 可是啊 一直都没把这一万块钱借到手 眼瞅着二哥那边急的都不行了 一天好几个电话的催他 刘刚一着急 就忽然想起来 自己的妻子 李小爱了 因为他记得结婚之后啊 李小爱告诉他 说婚前呢 存了一些钱 要是没什么大事 他不想随便的动用 以备有急事的时候 能赶紧拿出来 刘刚一琢磨 与其求别人去 还不如让妻子 把这存款里边啊 拿出来一万块钱 先借给二哥 刘刚呢 就跟李小爱说了这事了 小爱啊 我二哥呢 做生意 最近呢 说有一个生意还不错 可是他手头上缺一万块钱 你看你能不能把你婚前存的那些钱里边拿出来一万 先接几接几二哥呢 哼 不行 这事啊 没商量 你二哥那人 我还不了解啊 从小到大 天天见面 我太熟悉他了 小生意看不上眼 整天光想着赚大钱 可又没那个本事 总跟在人家屁股后边跑 结果跑一回赔一回 你知道他现在欠人家多少钱了吗 你不去劝劝他 你还借钱给他 你就听任他盲目瞒干呢 要是再赔了 你让他拿什么还呢 刘刚听李小爱这么一说 不仅不愿意借钱 还把我二哥给数落了一顿 小爱 二哥这些年呢 是走了一些弯路 这不是也没碰到好机会吗 现在机会来了 咱不帮他 怎么说的过去啊 我知道那钱是你的私房钱 你要是不肯帮他 我也没法强求 我只能找别人借去 自从结婚之后 夫妻俩感情真是挺好 这也是李小爱第一回看到刘刚为难的样子 心里边呢 也挺不忍心 可是当天呢 一直也就没松这个口 刘刚就又在外边啊 转悠了两天 可人家一听说 是替他二哥借钱 谁都不愿意掏钱出来 因为他二哥呀 这个口碑确实也不怎么样 刘刚呢 就去找他二哥了 二哥 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要不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呢 二哥一听 可就急了 我说 我说钢子 二哥之前 也没怎么跟你张过嘴巴 你这科长是怎么当的 我不信你连一万块钱都借不出来 你是不是帕二哥将来还不起你啊 啊 还是帕二哥连累你啊 二哥这么一说 刘刚又想起往日啊 兄弟从小到大的光景 以及二哥当时在自己上学时候给自己的帮助 这心里边啊 刺痛刺痛的 他当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二哥 我再想想办法 回去之后 他又一次跟李小爱就提起这个话题了 小爱 我知道你信不过二哥 可你总该信我吧 他是我哥 我不能不帮他呀 咱俩是夫妻 你是我妻子 就算我这当丈夫的 张口向你借一万块钱还不行吗 假如二哥他将来真的还不了 我当牛做马 我想办法还给你还不行吗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李小爱一看这要还不借 都影响夫妻感情了 于是啊 非常不情愿的 也就点头了 2001年3月5号的时候 刘刚呢 就郑重其事的 把李小爱叫过来 小爱 这钱呢 我不白借 我呢 给你写张欠条 上面呢 是这么写的 金借到李小爱 婚前个人存款一万元 保证于半年内 全部还清 然后呢 跟着李小爱到银行 就取出了一万块钱的现金 随后就送到二哥家里了 二哥刘峰看见之后 非常的高兴啊 钢子 我就说嘛 我没看错你这个兄弟 小爱 也谢谢你了 放心吧 咱这笔生意啊 肯定大赚一笔 用不了几天 我就把这钱 给你还上 当时 刘刚呢 特别重视这种 手足亲情 有无条件的 信任自己的二哥 所以啊 连借句 也没让二哥写 可是没想到 李小爱 没看错 他二哥刘峰 人其他的那些亲戚朋友 也没看错 他二哥刘峰 他真不是做生意内料 这一次生意啊 又赔个一塌糊涂 这刘刚的钱 刘峰是说什么也还不上了 这刘刚自己啊 也非常的尴尬 那么刘峰找他借钱 到底是干什么呢 是想跟人呢 合伙倒腾一批矿警预警器 河南交座 很多河南朋友 包括其他地方朋友都知道 是全国文明的煤炭工业城市 这个矿警里边啊 时时刻刻的都充满了危险 为了尽最大可能的确保安全生产 矿区的矿警里呢 每年都得安装和更换一大批的 矿警瓦斯预警器 刘峰一个朋友就看上这生意了 就跟刘峰就说 刘峰啊 我在矿上有人 这么着 跟哥们一块玩回大的吧 这回啊 准让你赚个盘满钵满啊 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刘峰呢 买卖没少做过 可是赚钱的 还真没怎么干过 可以说在生意场上是屡战屡败 但是呢人也屡败屡战 就想着打个翻身仗 不是都看我不行吗 我就证明一回 我到底行还是不行 先东借西凑 借了这么一笔钱 后来呢 又求刘康给了他一万块钱 就跟着那个朋友啊 一块做起了这生意了 经过一番折腾吧 好不容易 签下了一笔供货合同 然后呢 他们又四处的 费尽心思的 倒腾回来一批 自认为价格很合适的预警器 可是啊 当他们兴冲冲的把这货 送到矿上的时候 还没等把货从车上卸下来呢 人负责验收的工作人员呢 摇起头来了 哎呦 你们这货 我们可不能收啊 这都是好几年以前的东西 预警性能非常差 我们矿上早就淘汰不用了 我们可不敢拿工人兄弟的身家性命当儿戏 矿上人是不要了 退货也退不了 因为你跟人生产厂家签了合同了 刘峰跟他那个朋友啊 嘿 一下子啊 这就算亏个底掉 刘刚得到消息之后心里也着急 曾经动用各种关系 想帮二哥把那批货给处理掉 可是涉及到安全生产的大事 谁也不敢儿戏 谁也不敢用 刘刚眼瞅着 原定的还李小爱那一万块钱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 他心里也不踏实 一旦李小爱向他提起还钱 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啊 刘峰这次生意失败的事 李小爱也早就知道了 这刘刚呢 想瞒着他 李小爱呢 也不想主动提这事 为什么不提 一是抹不开情面 怕人家说他小气 再一个呢 他也知道 二哥没钱 你谈半天也没用 他没钱 他拿什么还你啊 就想看看这刘刚到底怎么帮他二哥解这个围 一转眼 到了2002年的春节 原定的还款期限呢 早就过了 刘刚呢 没提过还钱的事 李小爱呢 也没提起这还钱的事 过年的时候啊 大伙热着闹闹的 全家团圆 作为一家人 二哥二嫂 当然是得跟李小爱见面 并且还是见了不止一回两回啊 可一回也不提欠钱的事 李小爱呢 因为面子的问题 也没提这个话题 反正不急着用钱呢 那拖一阵就拖一阵吧 该帮的忙得帮啊 2002年4月上旬 李小爱啊 跟人谈妥了一个生意 是想进一批夏季的服装 进货你得要钱呢 李小爱呢 就想趁这机会啊 催催刘刚 让他早点把借给刘峰 那一万块钱要回来 可是夫妻俩 别看是世界上 距离最近的这样一种关系 但在某些事情上 反而不如陌生人 反而不如外人那样方便开口 尤其是对于钱 一开口说钱 你还我钱吧 那这夫妻情分可就远了 总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李小爱好几回话到嘴边了 又都咽回去了 这天晚上啊 这李小爱可算是找着机会 能跟刘刚好好的说说这个事了 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契机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 这刘峰的钱那是死活不还 李小爱呢 也不知道啊 到底该怎么和刘刚张这个嘴 这天晚上啊 他们夫妻俩呢 在一块看电视 电视里边呢 正在做一个访谈节目 主题就是有关诚信的 李小爱一看 嘿 机会来了 就半开玩笑似的啊 就提起来刘刚赖账的事了 你看看 人电视上都说了得诚信吧 你当时跟我借那一万块钱 说半年就还我 后来你都不提 哼 你这人哪 一点都不诚信 刘刚一开始的时候啊 还说两句堂色的话 嗨 这早晚得还上门吧 这找找找什么急啊 啊 怎么不着急啊 我那进衣服还得用钱呢 再者说了 哪有这么说话不算话的呀 我就说他做生意不行 哎呀 这别提了 别提了 二哥那边等稍微缓过来点啊 缓过来点 我跟他要去 刘刚这么说着 李小爱那边呢 也说上劲了不依不饶 后来呀 这刘刚就耍起赖皮了 小爱 二哥没钱 你让我拿什么还你啊 再说了 咱俩谁跟谁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的钱 等于是我的钱呢 非得论他们真干什么呀 李小爱一听这话 心里也不高兴了 哎 刘刚 我这也不是真找你要钱 我就跟你说说这个事 我心里不痛快 可你看你一个大男人 啊 就在自己老婆面前耍赖皮呀 因为咱们俩是夫妻俩 你才更应该言而有信呢 再者说了 还有咱们的儿子呢 什么叫言传身教啊 俩人呢 越聊越不开心啊 越聊越上火 这是小夫妻俩结婚之后 第一次算是吵红了脸 从那以后 李小爱也豁出去了 前后几次就向刘刚提起钱的事 可刘刚呢 要么还是嬉皮笑脸的啊 打马虎眼就搪塞过去 要么呢 就责怪他 你太小气了 一来二去的 倒像是李小爱犯了什么错似的 弄得李小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四月十九号上午的时候 李小爱呢 在街上正好就碰上了二哥刘峰 哎呦 二哥 出来干什么呀 哦 没事 买点东西去 一开始俩人谁也没提 后来李小爱实在憋不住了 就挺委婉的 跟他提出了还钱的事 二哥 你看我呢 最近做了点生意啊 想进一批夏天的衣服 这不钱不太够呢 哎呦 你说最近这给我急的呀 想不到二哥刘峰啊 不仅不买账 反过来 还把李小爱给说了几句 小爱 你也别说了 我也知道什么意思 不就那一万块钱吗 我借的是我兄弟的钱 我们兄弟之间的事 用不着你一个女人 在这乱插嘴巴 啊 嘿 这话说的 是真让李小爱冒火呀 借钱不还 还跟人耍横 李小爱这心里边 是感觉真窝囊 晚上回到家 就跟刘刚说这事了 刘刚 我没强逼着跟你们要钱吧 啊 我见着你二哥了 我跟你二哥 就说我这 想做生意 想浸衣服 手里没钱的这事 结果他说的那叫什么话呀 什么叫借的是你的钱 什么叫别让我这一个女人家插嘴啊 啊 照理说呢 刘刚应该劝劝他是吧 可刘刚一听李小爱这么说也急了 小爱 你别怪二哥说你那几句话 要赶到我身上 我也得说你 有你这么不近人情的吗 啊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小市民呢 怎么心里一点都不大度呢 怎么总把脑袋卡在前眼里边呢 从小到大李小爱哪受过这委屈啊 从小时候一直到结婚 这刘刚啊 一直都是呵护着他 也没这么呛过火 李小爱呢 也总觉得自己做的没错 所以啊 气得当时 眼泪啪啪啪啪的就下来了 刘刚 你们兄弟 这是犯的哪门子写呀 你一个大男人借钱不还 还有理了呀 李小爱 我告诉你 你要钱跟我说说也就算了 你为什么当面跟我二哥去说去啊 你还顾不顾我的脸了 我他妈是借你钱了 可我每个月的工资 一分不少的交给你了 还不够还你的呀 一见刘刚这么说 李小爱气劲也上来了 俩人喷啪啪啪啪啪的 这一顿炒吧 炒完之后那天晚上 李小爱躺到床上 可是翻来覆去的 睡不着觉了 他始终啊 就想不明白 哦 我把钱借给别人了 怎么我就连问都不能问问呢 我把钱借给你们 我还得看你们脸色行事 现在欠钱的比往外借钱的还理直气壮呢 啊 现在欠钱的是大爷 借钱的是孙子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越想越委屈 偷偷的哭了大半休 四月二十号一大早 李小爱呀 也拿定主意了 把一张纸就摊在刘刚面前 刘刚呢 正在刷牙 也准备上班去呢 刘刚 你给我一句话 你到底还不还我的钱吧 你要不还 我今天就上法院告你 刘刚是左想右想也没想着 哦 自己的妻子 从小到大青梅竹马的爱人 给他来这么一手 刘刚也知道自己理亏 也想着妥协说两句好话 可是李小爱 把这事啊 给挤到这份上了 放不下所谓的那个大男子汉的架子 李小爱 好歹咱也是两口子 你要不怕人家笑话 你告诉他吧 反正二哥不还钱 我也没钱还给你 本来李小爱呢 就是想着呀 让刘刚说两句好话 哄哄自己 也就算了 所谓的 去法院告他 这也是气话 可刘刚这么一说 哎呦 这是气上加气 眼泪耍的又下来了 当天上午 情绪激动的李小爱 就找到了河南省交作市 解放区人民法院 一纸诉状还真把自己的丈夫给告了 五月十号上午 刘刚呢 在自己办公室里边上班呢 后来呀 就接到通知 说你的妻子把你给起诉了 一看这官方的白纸黑字 刘刚是真傻了眼了 他原本认为妻子就是跟他在开玩笑 没想到竟然来真的 他也在想说我们俩青梅竹马恩恩爱爱 我们这夫妻俩为了钱对簿公堂 这说出去 我我还有脸见人吗 当天晚上 刘刚下班回到家的时候 李小爱呢 正在给两岁的儿子在那洗澡呢 母子俩在那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 刘刚啊 看得是白敢交集 我接到船票了 就为了那笔钱 你真要把我送上被告席啊 刘刚呢 一边帮着儿子穿衣服 一边呢 就随口这么一说 李小爱 先是愣了一下 没错 但是刘刚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不能撤诉吗 你以为我真的想跟自己丈夫打官司吗 我可以撤诉 但有个条件 你跟你二哥 必须向我道歉 并且给我一个准确的还款日期 夫妻俩呀 互相看了一眼 都没再说话 在那之后 刘刚呢 就想着李小爱 一定会撤诉 李小爱呢 则等着丈夫 和丈夫的二哥刘峰 给他一个说法 说实话 李小爱的意思是什么呢 给个准确的还款日期 甭管是长还是短 甭管是远还是近 你哪怕支出界三年 支出界五年 我也认了 我要的是个态度 我要的不是钱 这俩人呢 还就降上劲了 都等着对方 都等着对方让步 自己呢 都不愿意退上一步 结果这日子一晃 可就到了法院原定开庭的日子了 只能俩人是硬着头皮啊 走上了原告席被告席 这起案子太小了 鸡毛蒜皮啊 案情太明了了 法院就认为呢 刘刚向李小爱借钱一事 因为有借条违据 不容置变 所借的钱款为李小爱 婚前存款 应该视为李小爱的个人财产 加上双方约定的还款期限已过 刘刚理应无条件的如数偿还 刘刚每个月交给李小爱的工资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双方对其有特别约定 应该视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 所以不能用于还款 法庭依法判决 刘刚在十日内偿还李小爱欠款一万元 此时刘刚和李小爱站在原告席被告席上 心里边啊 其实都不舒服 一回到家里 亲戚啊 朋友啊 邻居啊 也都知道这事了 就都去打听 刘刚败诉了 他呢 面对大伙的这些打听啊 很坦诚的说 虽然我一时啊 有些接受不了 但我还是要说 小爱并没有做错什么 都是我不好 我只想着我们都是夫妻了 有些事可以得过且过 我忘了夫妻之间 也有是非 也应该言而有信 也应该以诚相待 李小爱听丈夫这么一说 眼泪耍的又出来了 谁让你性子那么酱呢 你要是不犯你那大男子主义 早半天跟我说说这些话 我们何必去麻烦人家法官呢 5月21号晚上 刘刚啊 从同学那儿借来了一万块钱 递到李小爱手上 可没想到 第二天一上午 李小爱二话没说 也没跟刘刚说 又把那一万块钱 送还给了刘刚的那个同学 并且呀 还从同学手里边 把欠条给拿了回来 吃晚饭的时候 李小爱把这欠条悄悄的 就递到了刘刚手上 刘刚一看 什么呀 打开一看 愣住了 他不知道李小爱 这又是唱的哪一出 看着丈夫疑惑不解 李小爱说了 你以为我真的是逼你还钱呢 我那时跟你讨个说法呢 谁让你欠钱不还 还跟人家耍大男子主义呢 那笔钱呢 就先挂在那儿吧 我想二哥他迟早会还给咱们的 最后二哥实在没钱还了 咱也认了 一场简单的夫妻债务官司 也就算是彻底结束了 不过这起案子 当时在社会上还真是 引起了不小的讨论 很多人就认为 原本就是夫妻 何必把财产分得那么清楚呢 什么是婚前财产 什么是婚后财产呢 再者说了 哪怕真是谁欠谁的钱 何必闹到法院呢 论过输赢了 你不还得在一块过日子吗 一起过日子 那不别扭吗 也有人认为李小爱做的对 说打官司怕什么呀 夫妻之间有矛盾 就得想办法化解 用法律手段解决 总比私下里吵吵闹闹 要强得多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 感谢观看